粉丝 焦点视频张俊耀之后 植华学堂的时间 迎光幕见到张俊耀老师 我是张老师 大家好 老师 上一集 我们说了 关于2022年 关于可能将来上年的香港定际多元的经济 会是怎样 我们或是营商 民心又会是怎样 大家可以多了解 如果有一些大我是个人的事 想请教老师 不妨在连结上找到老师的资讯 和联络方法 今集我们讲一些风水的东西 我知道近期你有一个个案 是很值得我们要参详的 是 没错 有一个可以和大家分享 大概一个星期前 经过一些朋友的转介 有位朋友不幸有癌症 他就邀请我可不可以在风水方面 可不可以帮帮他 所以我亦都在这里 讲回我自己如何接到一个命令 或者一个邀请 去帮一个客人或者朋友 去看风水 我自己的程序上是怎样呢 以下有几张照片 大家看照片 我亦都希望大家都知道 原来其实这个可以是一个挺好的方法 挺简单的方法 去勘察到一个住宅单位也好 或者一个office 究竟风水气场的隔空 我们怎样去判断 一般来说 当我收到一个order 或者是有人邀请我去帮他看风水的时候 第一样我一定要知道 这个屋苑的坐向 而需要量度也挺准确 不是纯粹向西北坐东 所以第一个一定要拿到屋苑的地址 一拿到屋苑的地址 我们马上就在 比如很多大的地产商 地产所谓的代理商 好像中原网页 其实可以拿到一个floor plan 好了 这里基本上就是在美孚新村 好了 在美孚新村 我们拿到那个座 在哪条街 大家都会看到 我们会拿到一个floor plan 这个floor plan 大家都会看到 在这里来说 我们放大了去 就会看到 究竟 大门口在哪里 and then 睡房 好了 第二个步骤 很重要 就是 我们在google map 上面 其实可以找得到 exactly 那个座向 在这里 我们找到 原来向205度 如果在二十四山里 这个就叫座丑 就是向西南 不过 座向有点偏向 偏向 偏向在南边 Anyway 那2805度 已经降了 由这里 基本上 我们在九宫格里 基本上 我们都可以 立刻把 后天八卦 放进去 当然 后天八卦 放进去 每一个位置 我们都会 因应刚才 我们所看到的 那个图 是吧 大家看到这个图 我们就是 将它 家中最主要的 功能位置 放进去 最重要 当然是 大门 大门 原来是 西白位 前位 西位 大家会看到 随房 客厅 我们在说 很多人都会问 究竟座向是怎样找的 一般来说 如果 你打开 前面的窗 你会看到 厅的窗 你会看到 一个很开阳的景观 基本上 我们就以 开阳的景观为向 尤其是 这里 是看到 货柜码头的 一些海 所以基本上 我们说 大方向一定是向 那边 而不是 以那个门为座 而不是 以那个门为向 所以 这里 我们就算到 205度 所以 这里 我们会看到 主人房 在南边 徐房 在西边 大门 在西北 这个 我们都将 厚天八卦 放进去 我想大家都会同意 如果你真的 很有效 去断导 认些什么人物 你对于八卦的属性 其实一定要很了解 譬如说 尼卦 尼中虚尼 就代表中女 坤卦 就是长女 对卦 就代表少女 OK 这样 好了 当我们 已经是 把八卦 放在九宫甲 也都是 把你家里 每一个功能的位置 比如说 厕所在顺位 另一个房间 就在阵位 这样 这样 这个一定要清楚 就写在这里 好了 再下一个步骤 就是怎么样 很重要 就是我们要将 榴莲的飞升 放在每一个角度 大家都知道 2021年的新丑年 中宫是六 如果我们再飞回九宫飞升 我们也可以将 每一个八卦的宫位 OK 就是今年榴莲的飞升 就全部放进去 大家会见到 五 五 这个五 就不好 病位 就这样 好了 但是 如果大家有听我 譬如说 用一些简易的风水陷擦方式 就是怎么样 就上到那个地方 就是去到那个人的家 或者那个办公室 就直接呢 就是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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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设计一支挂出来的 就是九张的塔 就是塔罗牌 亦亦亦争挂 那 这里呢 我就展示一展示出来 就是怎么样 直接上到那个人的家 那 就抽九张牌 出出来 那大家就会见到 那当然 就是我们用那个 所谓的九 就是九公图 诺书九素 那 那个藍的就在上面 那个北 好了 那我们抽了那九个挂出来 跟着呢 我们就放进去 求先我们所 那大家就会见到 一个 一个这样的图 OK 其实 如果 跟我们所谓的 圆 圆 飞升 基本上 这间 应该理论上是一间 一间旺屋来的 这间应该呢 就是我们叫做 倒山倒汉 不过 有一个不好的地方 就偏了一向 一偏了一向 那些器就砸了 所以呢 如果要考虑那么多的时候 其实很难断 所以 刚才我们所谓呢 就是怎么样 去到那里 直接是 预订了那支挂 就是这九张牌 再放下去 你发觉呢 准确性是相当高的 那大家都会见到 在南边呢 那些有比挂 解挂 益挂 这些 冬位啊 这些位置 其实好 不过呢 香就最不好 有一个古挂 那其实 如果大家上到去那里 你要发觉 咦 为什么那里的方位 那么不好呢 哦 原来呢 大业主 就是业主装修的时候 分体冷气 那个压缩机 就直接放到窗口 而且是很大价 那大家都会想到 你夏天的时候 香港的天气这么热 就会怎么样 长期都会开着压缩机 那根本是一个 我们叫做 是什么呢 煞气的generator OK 好了 所以呢 那个位置 就会出了一个古挂 就是根本那个气场 还有如果在原空飞星里面 原来我们经常说 山星和向星 山星的五黄就是那个位置 那大家经常听到 向星就是主材 山星就是主健康 那所以呢 整间屋来说 尤其是一个困挂 就是说 年纪大的女人 基本上 健康一定就不好 好了 好了 再看看主人房 订出来 有一枝困挂 都是不漂亮的 好 刚好 家里有两位女士住 OK 那主人房 为什么会映下主人房 那个呢 就因为那枝困挂 就是一个困挂 困挂 困挂应该是不漂亮 再加上 就怎样呢 一是在这里 一是属水 OK 水我们说 如果是漂亮的时候 你有些很漂亮的气场 就发挥了 就是那个 那个 困挂 一些很positive energy 就是感情 这些这样 但如果譬如说 是不漂亮的energy 对着影响 水如果在健康上 就代表了一些苦疾病 原来呢 这位市主 就今年真的 确诊了 这个苦疾病的癌症 很详细 我就不会讲 其实我也准备 如果大家有兴趣 就多点留意 我准备开个patreon 在patreon里面 我就会很详细 就讲了个case 你发觉呢 出个九张牌 准确度是很高的 然后怎么慢慢去 拿回原空飞升 那些呢 你真的会发觉 有很多东西在那里 可以跟到 不但只是这样 原来呢 如果我开了 紫微斗素盘 也都很清楚看到 它的榴莲质压功 是被冲的 所以就是 大家其实都可以 都很惊叹 原来中国的 述素 基本上 有很多东西 真的可以 断到出来 还有 我们讲 断到 整件case的 详细情况 是相当多的 嗯 OK 所以大家可以 刚才留意到 老师所说的 他将会开展一个 个人的patreon 所以大家 记得参加 有些什么不明白的话 可以有机会 亲自问到老师 没错 没错 很欢迎和大家分享 这个 好啊 下一集呢 我们都讲一下 一些个人的东西 对啊 尤其是集入新一年 如何去评估 每一年的转变 究竟是怎样呢 非常之期待 下一集 我们继续请教 张俊耀老师 好再见 拜拜 焦点视频 张俊耀智慧学堂的时间 迎光幕 见到张俊耀老师 我是张老师 大家好 老师 上一集 我们分享了一些 风水的个案 好奇特 大家有兴趣 去上一集 那边听回 今集呢 讲一下一些 2022年 个人的事情了 是啊 我相信 每个人都特别关心 由一年过渡 到另外一年 自然大家都很想展望下 未来一年 那个景象的转变 就是怎样 是不是 那 始终我自己玩了 紫微斗数 都有成二十多年 其实我自己出关了 紫微斗数的书 中英文 和一些2 电脑软件 云端软件 我相信如果加上 一些产品 都接近 超过十个 那这里 其实我 很想和大家分享 就是说 如果大家 用一个很简易的方法 就是 不需要自己 对某一方面 那个躁毅好 是深的 而借了一些工具 譬如说 把你自己的连遇日 试进去 其实 尖微斗数 基本上 是比较容易去看到 你自己 连遇年之间 那个景象的转变 那 不如呢 我们就试一下 譬如说 用一个case demonstrate 好吗 那这里 我就用回我自己 一个client 那就是 我们将他的 年月日时 就输入去之后 那大家自然 就会见到 一个本 一个本命盘 那我们说 就是 为什么 每个人都 这么关心 自己年与年的转变 尤其是 坊间有很多 云情说 基本上 对他说什么呢 就是他们不会说 一出本 运遇年书就是说两年 或者说半年 全部都是说流年 所以 如果大家了解到 紫微斗数升判结构 大家会看到 你输入了一个年 的时 之后 就是本命 其实 一生人 就有很多 十年大运 所以这里 你也会见到 餐单上面 原来这位先生 五至十四岁 就是第一个大运 十五至二十四 所以 他现在已经来到 人生第六个 第六个十年大运 所以我们一定 要先禁止 好了 好了 接着我们 就是说 年与年之间的转变 如何呢 我们就再禁止流年 如果我们想看看 2021年是如何 大家会见到 命宫 命宫 其实就在地支的丑 那个位 因为 2021年是新丑年 所以命宫 你看到 武曲贪狼 天夫 左库 基本上 我们说 走回武贪格 又或者 杀破狼 所以 2021年对来说 我们经常说文武 文武 2021年对来说 一定是没有的 就是说 是有很多转变 生命的过程当中 都会 多姿多彩 就是绝对 是一个动感的一年 比如说 讲一个比喻 例如 如果你是一只鸟 或者一只鹰 那样 今年来说 基本上 你发觉 一飞上天空 应该是有很多 液底下 应该是有很多风 就带着它走 所以我们说 是比较Vibrant 是一个动感 但是 当我们 譬如说 再按一按 就是2022年的时候 你发觉 命宫就退了过来 就是太阳巨满 当然 太阳星 它本身也是化科的 化科 基本上就是说 你一踏入新一年 因为太阳星的影响 也是化科 它过人的名语 一定有一个很大的增长 那尤其是 如果譬如说 现在有很多人 譬如说 他是做个事业 是需要很多 reputation 譬如说 他本身是KOL 又或者 如果他本身 是从事教学 或者 简单一点 譬如说 现在有些人 想是从政 那样 因为有很多行业来说 一定是要靠你自己 reputation 你才可以赚钱 那如果 譬如说 你踏入新一年 你会有太阳星化科 那基本上 就对他自己 过人的声明 会有一个很大的争议 所以我们经常说 面对一个新的景象的时候 你怎样去 部署一个 适合的策略呢 那这个说回 就是 为何天文台 每一日 都会帮我们去展望一下 明天 后天 或者即是 未来九日的天气 基本上就帮助我们去 中国人说 审时度势 审时度势 就是说去 检视一下当时 当时我们所面对的形势 和未来的发展 那个走向 是怎样 有这些 information 可以帮助到我们去做一些 挺有效的 planning 好像这位先生 原来他将来行太阳星 那他会不会 部署自己多些 去参加一些商会 或者做多些广告 那再看来 譬如说巨门星 OK 巨门星就是说 communication 那如果有这颗星的影响 那会不会 都代表如果 去争取多些机会出去 比如说说多些talk 会发觉 他说话的那个 滲透力 或者影响力 会特别强 所以这里简单来说 大家可以运用自己的 紫微斗数星盘 由炒那个工位 由命工 转去 这个人工 即是未来的年 就叫做人年 苦年 就像这个命工 那究竟命工会受到什么 所影响呢 其实也给了一些提示 就是说 未来的年 你将会有什么 能量的blessing 有什么能量的加持 所以我们经常说 审时度势 之所尽退 所以大家不妨是 可以下载任何一个软件 当然如果你去到我这个 web site 你一按 就自然很容易的 就下载到这个软件 去看看你 2022年究竟有什么主星 在你的命工和迁移工 去帮助你 一些比较有效的策略部署 当然大家对这方面的运用 有什么疑问 可以随时 发个 whatsapp 或者电邮 不过大家如果 登陆我的网页 基本上都会找到很多 资讯的 老师 我想请教一下 其实不单止帮自己看 帮家人看 可以的 一定可以的 尤其是 为什麽呢 紫微豆数 当你有了个生年时 那条数据就更紧了 是吧 其实我们说 怎样去栽培自己 栽培下一代 尤其是 现在是不是人们 好是 轻说了全城 譬如说你自己本身 有一盘大生意 那究竟我应该是 交给第一个儿子 还是第二个儿子 还是交给女儿呢 其实我觉得 最紧要是什麽呢 一定要多些了解 他们每一个人的强项 是吧 那其实很简单 譬如说 如果那个人本身 他的财运特别好的 那自然 譬如说 理财 整间公司的 Wealth Management 应该是交给他 但是如果你看到 有些 你那个小朋友 他本身的创意 特别好的 譬如有太阴星 又或者有地空星 其实这些都是 都是讲创意的 应该就由他那边去做 所以你每一个小朋友 他们个别的天分是怎样呢 你作为父母呢 是有这样的责任 是多些了解他 如果你都不了解 你的小朋友 那个天分是哪 那你怎样去栽培他 是吧 嗯 OK 所以大家 值得 细心参考一下 老师所说的话 同时呢 我记得老师 开设了个人的Patreon 是的 没错 会有什么好处 我可以给到大家呢 那Patreon 基本上就是说 大家定期 每个礼拜 我们都会上一些片的 OK 那些片基本上 都是一些 就是我自己 这么多年的教学的 一些 教学的一些心得 那我 基本上都不是 只是说的 我一定是会 就是放很多 实质的例子 例如上一条片 我看过一些案子 为什么那个人会有癌症呢 又或者譬如说 我最近去帮一个朋友 他就选了一个地方 做一个SPA 但一去到来说 怎样说 大门口 就是十年 八运的五黄 又在门口 榴莲的五黄 又在那里 基本上其实都可以断了 就算这间铺 开得成 都不会玩 玩太久 OK 所以就是 我可以有很多 这方面的经验 的一些分享 那还有来着 大家都知道 我本身就 就创了个 《易经塔罗牌》 那所以也都有 很多朋友 用着我这副牌 那来着 我也都想 就是譬如说 分享 都 如果譬如说 用了西方的 塔罗牌 去用回 我自己所创的阵 大家可以 也是很多角度 可以看到 一个人生的气场 是怎样 所以就在一个 Patreon里面 就会和大家分享 那我相信 应该就是 如果年底前 开不到 就 正月的时候 大家一定会在 一个Patreon里 看到我 希望大家 捧一场 OK 那相当之精彩 大家可以 不妨留意一下 下一集 我们继续请教 张俊耀老师 再见 拜拜